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亮 先点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亮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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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使用原车钥匙打开点火,关闭一下,再打开,好,点击确定 它生成经销商钥匙的时候,一会儿要先把它原车钥匙先读一下,对 好,点击确定 好,生成经销商钥匙,点下一步,点击试,好,确认是否生产,点击试,好,将原车钥匙放入VDI中,原车钥匙在这 好,放入VDI中,然后点击确定 好,经销,将新钥匙,然后点击确定 好,生成经销商钥匙成功,现在开始学习,学习两把 好,点击确定 点击添加钥匙,点击试,去变成两个,变成二 嗯,加载放到数据,加载 好,点击下一步 当前是正能钥匙吗,是 好,将钥匙 贴到这个位置上面,好 点击,是 正在开始匹配 你休息一下,看到匹表这个位置,有一个1-2 好,我们现在将第二个钥匙,新钥匙,再放到感应区,再点确定 好,我们看看匹表 好,匹表,已经恢复了 好,现在显示2-2 好,我们看状态 左下角 好,显示学习完成,好 我们将 关掉 这是新配的钥匙,我们看一下 遥控OK 我们将原车的智能钥匙拿出车外 来,拿出车外 启动 启动 好,匹配完成 好,OK 接下来了 寻衝